8月17日上午6时,天还蒙蒙亮,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口岸东侧出境客车通道已经排起了长龙,一辆辆跨境货车在绿色通道前等候验发。 从这里,公澳鲜活产品通过车辆运输,从珠海进入到澳门,去到澳门市场,走进澳门家庭。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察总站,拱北边检站执行酒队教导员李淼,在早上5点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他的岗位上,这是他在拱北口岸的第20个年头。 他告诉记者,口岸每天上午6点开启,但许多货车司机都来得更早。 其实每天这些公澳的鲜活产品货车呢,在前一天晚上的11、2点钟呢,就已经来到口岸外面进行排队了。 当6点钟的闸门开启的时候,所有的货车依次进来,首先进行海关的一些相关的报检服务,那么之后呢,就会进入边防检查的区域,我们会快速地办理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。 那现在我们查的这些车呢,是这个蔬菜类的鲜活产品层的车辆,这个是鲜活产品里面的鱼类车辆。 边检站的工作人员笑称,每天清晨的检查站就像一个热闹的菜市场。 菜市场里有的边检站里一样不少,这里有葱、山药、鱼、韭菜花,也少不了最重要的猪。 这里热热闹闹又井然有序,既是边检站里的菜市场,又是澳门居民每天生活里的菜篮子。 货车先是要称重,然后司机们要完成几项报检工作,测量体温和出示健康信息也都需要配合进行。 而除了司机,车辆本身也少不了要被严格检查。 这个货车是,驾驶是一个,我们查的是重点部位。 这里主要是怕尝语,偷渡人员。 还有这个车的桥,这个车的桥梁,我们就要用电筒走到这里面,一定要保证安全,不会有偷渡人员,尝语在里面。 从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,猪澳两地都有过疫情形势较为紧张的阶段,旅客过关在此前也都实施过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。 乃至近期,猪澳两地也还出现过确诊病例,但李淼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却从未停止过一天。 这条绿色通道每天都保持忙碌,保持畅通,鲜活产品日复一日从这里送至澳门,从未减短。 我们现在同事每天早上要5点钟左右就到达口岸心理区,为了保证货车的顺畅通关,我们提前做好准备,在6点钟准时开关之后,做到车辆的随到随减。 我们把同事呢,延长了他们的工作时长,从原来的7、8个小时,现在延长了11、2个小时,确保两班人员是完全隔离。 那么当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,我们可以确保口岸通行的正常。 现在,工作人员既要对公澳鲜活产品做好检测,严格审核检疫证明,又要时刻做好防护,应对疫情的影响,确保公澳食品安全。 据了解,从8月10日6点起,诸澳跨境货车司机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通关,而龚北口岸日均验放公澳鲜活产品车辆约为120辆次。 而谈及澳门居民是否了解边检工作人员为公澳食品所做的工作时,每天参与守护着公澳食品安全的李鸟,则有自己的看法。 应该说我们龚北边检驻守在龚北口岸发挥了我们应该有的作用,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代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